来宾朋友弟兄姊妹大家祝礼平安 上帝爱你们 今天美好的日子是敬拜上帝 所以我今天特地请了 从万劳过来的一位传道人 叫曾一仙传道 他过去在马圣年的硕士 后来就在万劳基督教会 牧养教会一段时间 然后他有负担参与 那个陈彪牧师所推动的 国际的那个第三千禧年的施工 后来在两年前就辞职 就正式做这个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的代表 推展这样一个特别 装备信徒信仰根基的 一个很好的服饰的机构 感谢神 他现在也继续要深造 来读他的神学硕士 我相信一个传道人 能够尽起之心 无仔细的追求 这是美好的见证 但必要付代价 感谢主今天 他自己跟他师母 还有两个女儿都来了 我们感谢主 至于我们有请我们的圣传道 来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上帝 我们可以在这里 一起的来敬拜他 其实对于马六利 宣堂 我并不陌生 因为从年少到现在 多少个夜晚 我在这里参加聚会 参加唐牧师的聚会 在这里从这个讲台 领受许多的恩惠 今天上帝依然 今天上帝依然 透过这个讲台 使我得恩惠 也透过这个讲台 使弟兄姐妹得恩惠 我还记得 当我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们就坐在后面 然后两个孩子 那里跑跑 然后我们 我们就在这里 学 他们就在这里学 十字架 十字架 这十个 所以很感谢上帝 让我们先来一起祷告 主我们的上帝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在你面前 我们要福福敬拜 因为你是首约 世次爱的上帝 你叫我们这些 蒙耶稣基督宝血 所洒的人 如今首节清新的 来到你的面前 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功劳 也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 乃是凭你在万古之先 在基督里 按着你的圣招 招我们 使我们在你面前 领受那从基督而来的恩惠 并且如今借着圣灵 使我们彼此合而为一 愿主你自己得着 你自己的荣耀 主我们这时候要打开你的话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将一切拦阻我们来认识你的 至高知识意义的供货 又将我们所有人的心意夺回 使我们顺服耶稣基督 你应许你的羊 认得你的声音 恳求我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基督 如今对我们说话 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 合成一群 跟随你的脚步行 我们将祈求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那这是我第一次在你们当中讲道 那可能大家不知道我怎样讲道 对不对 那我一般讲道 希望就会问一些的问题 我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在听到的时候 不可以跟隔壁人讲话 对不对 不可以讲话 不会走动 今天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问一个问题 你跟隔壁的人问问 你会怎么做 那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几个月前我到新加坡的 我到槟城的一个大学 带一个聚会 那么我就问他们说 假如比如说 我想这个比喻也很适合今天 因为SDPM也上两个月才放榜 就打个比方 比如说有一个人 有一个你教会的一个年轻人 或者你家里的一个少女人 他考试 但是成绩出来 情况不是太理想 很糟糕 应该不要 非常糟糕 他非常的失望 请问你会怎么样安慰他 请问你会怎么样 你会跟他说什么 好 现在我给你30秒 你跟你左右两边 你谈谈一下 你问他 你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搞 怎么搞 你要跟他讲什么 如果你不喜欢考试的话 你可以做工 老板出花红 你就最少的 OK 怎么办 或者你没有花红 好了 你怎么安慰他 那我不知道 我问这班大学生 他们给我两个答案 我想问一下 就你可能稍微举手一下 那一般说 大部分说 我会跟他说 哎呀 Bro 不要想啦 走 我跟你去吃一餐 OK 忘记今天 明天才来想 OK 吃一餐 弥补一下 有没有这样的 有没有这样选择的 可见啊 可见你们真的是工作人士比较多 因为你做工你知道 这个钱不容易 不要乱花 对不对 大学生就不同 大学生大部分都说 是咯是咯 我们都是这样 出去喝一餐 不是去McDonald 不然去Starbucks 请你吃一餐又怎么样呢 不用这样难过 那有一般 有几个就说 我会告诉他说 不要紧 OK 因为大学嘛 receipt 他说还可以receipt的 我们 就是给一笔钱 然后下个学期再考好来 可能这一次 给你就算给你考到 你拿C罢了 你下一次 你努力的认真的考 搞不好你拿B 或者拿A 对不对 留案花明又一村 有没有这样的 啊 谢谢你们 这是做父母的啦 举手的都是做父母的 OK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年纪多大多小 其实 有时候生活 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总是会发生在 我们的身上 正所谓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在 就是在我们生活里头 苦难常常会 不经意的 在我们还没有做 预备的时候 他就领导 可能你说 对你来说 SPM考不好成绩 算什么苦呢 你还没有出来 小子 前面大把苦呢 但是对他来说 那个时候 那个苦是真实的 对不对 很多时候 我们都用一种 过来人的身份 想要用我们的经验 用我们的过去 用我们的一些经历 想要给对方安慰 但有时候 这招好像有效 但有时候 也没什么效 特别 当你用在孩子的身上的时候 其实没有效的 是不是 你老爸 我以前 他说那个是你 不要再讲了 我是我 你是你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经验 往往不是 一个很好 让我们来面对 苦难的一个 解决的方式 作为基督徒 我们常常到咖啡厅 我们弟兄姐妹 有时候也会彼此的 诉苦 对不对 所以我们面对 一些的困难 作为基督徒 我们会怎么样 来彼此的 劝戒呢 或者说 我们彼此安慰 怎么样呢 看开一点 对不对 全世界都是这样 只有你一个人苦 全部都不是苦 看开一点 看隔壁 看你 如果不能的话 去下医院 看看还有多少人 比你更苦 所以 刚强壮胆吧 弟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安慰吗 这可能是世界上的安慰 对不对 是世人 世人所产生出来的安慰 就看一个 比你更糟糕的人 那你就好过一点 但是这不是圣经 告诉我们 我们彼此安慰的方式 又或者说 你 所谓我们是基督徒嘛 总是要有盼望 对不对 所以今生的苦 会结束的 仰望未来 明天会更好 自主的应许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些时候可以 我自己家里 我的父亲 是个癌症的病人 你要知道 那些痛 是真实的 那个苦 是真实的 你 很难说 看看明天 看看后天 除非我后天 明天就死了 不然的话 那个盼望 似乎很遥远 对吗 所以 苦难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 不单止 世人 感到非常的无助 就是基督徒 有时候 当我们 站在苦难面前 我们也 不知所措 我们也不知道 要做些什么 不单止生活上 会面对苦难 有时候工作上 甚至在教会的 事奉里头 也会面对苦难 对吗 当你越久 在教会里头的时候 有些时候 会越灰心 有些时候 对一些的决定 越不满意 有些对 领袖 有威严 有些对自己的 责任 岗位等等 也不满意 这些都是一种苦 更糟糕的是 在教会 你有苦不能讲 对不对 不知道怎么样 等一下 明天 牧师招我就惨了 不懂是谁 谁抱出去的 做领袖的 做牧师 传道更糟糕 我们有苦 也不能跟会友说 特别在华人教会 我们不能 也不敢 这些事情 也发生在提摩泰身上 刚才我们看 提摩泰后书 我们常常有一个 先入为主的概念 以为提摩泰后书 是保罗写给提摩泰 最后一封书 所谓的临别的真言 临别的书信 仿佛 对保罗来说 仿佛他再也看不到提摩泰了 所以他要写这一封 最后的一封书信 给提摩泰 其实当我们读 提摩泰后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后面的时候 保罗告诉提摩泰说 你在趁冬天的时候快快来 其实这不是 应该这么说 保罗在写提摩泰后书的时候 他的焦点不是在于 我就要死了 我要把剩下的话要告诉你 其实对保罗来说 在他生命里头 他挂念提摩泰 有一件事情 比他自己的生死更重要 就是提摩泰 提摩泰发生了什么事呢 提摩泰在以弗所教会 感到非常非常的灰心 他似乎做什么都没有果效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 你要知道提摩泰在以弗所教会 以弗所教会 曾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时候 告诉我们保罗在那里的工作 以弗所是非常叫人惊叹的 他在那里两年在那里讲到 以弗所教会是一个 敬拜亚迪米女神的中心 有很多这些的所谓的 行邪术的人在当中 是很出名的一个 就是人家要求什么 去那里求就对了 那个庙是最灵的 以弗所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可是当保罗两年在那里传道 在那里教导的时候 竟然有许多这些的人 把他们的这些异教的书 这些行法术的书都拿出来 然后烧掉 甚至连那一个做偶像来卖的那一个 那一个商家现在搞到工会去了 对不对 保罗 这个商家他说 保罗 这个保罗 不但在以弗所掀起了这些的风浪 就是全亚细亚 他在搅乱人的心 这是保罗 在以弗所所干的一番事业 后来我们知道 保罗离开以弗所之后 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 在以弗所书我们可以读到 有关 很多人说 那是保罗书信里头最漂亮 最灿烂的一颗宝石 论到耶稣基督的教会的荣光 光滑 甚至很多学者说 那是保罗唯一一封 没有提到教会有问题的一封书信 以弗所教会 所以似乎在五年里面成长成为一个 可以说区域性的一个代表 一个榜样 在提摩泰前书的第一章 保罗从监狱里头出来之后 他把提摩泰留在以弗所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看提摩泰前书的第一章 第三节开始 他说我帮你留在以弗所 是因为以弗所开始冒出假教师 有一些假的教导 一些假教师 在这一间非常强壮 非常荣耀 非常健壮的这个教会里头冒出来了 所以提摩泰 你要留在这个教会 你有一个工作 你有一个使命 你要把这一些人 你要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 你要把这个教会 按照上帝的真理建立起来 所以在提摩泰前书 我们读到许许多多这些的吩咐 我们甚至读到保罗 他说大债境前的奥秘 无以人为之 对吗 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真理的注实和根基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五年过后 提摩泰现在想要辞职 提摩泰现在想要不干了 他想离开了 他非常的灰心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信给提摩泰 第二封的书信 在提摩泰后书 这是提摩泰的苦难 这是提摩泰 所面对的一个困境 提摩泰 在这个侍奉的过程里头 他面对到的就是生命的真相 他一个生命的真相 什么是生命的真相呢 生命的真相 圣经告诉我们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 人被造的时候被赋予一个神圣的使命 人被造 人活着是为了荣耀上帝 可是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 魔鬼撒旦扭曲了上帝美好的心意 魔鬼撒旦扭曲了上帝的使命 其实不能全怪魔鬼 雅各说 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的私欲 人 再一次 人已经失去了上帝的 这些所谓原本的意识 而人的生命 从此进入 掉入罪 在罪的这种的污染 在罪的玷污底下生活 所以 对提摩泰来说 曾经的雄心 现在面对一个考验 原来在教会侍奉 原来 哪怕这个教会 曾经保罗在这里行过 轰轰烈烈的事 哪怕 有真理 哪怕我忠心 可是现在 还是不能 这个教会 还是面对异端 面对这一个假教师 生命常常告诉我们什么呢 什么是生命的真相呢 当最玷污世界以后 当最玷污我们人生以后 我们常常 能在痛苦当中 来经历生命的真相 第一 我们看到提摩泰 在这里感到非常的孤独 对他来说 如今 在以弗所教会 只有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 只有我一个人为上帝大发热心 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教真理 其他的他们都不顾了 其他都不理了 只有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在苦难当中 我们的孤独感 也是会腐蚀我们的 对不对 我们最难面对的就是孤独 你在苦难当中 其实不用讲的太苦的事情 你给人骂一下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是不是想要自己一个人 什么是孤独呢 孤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孤独就是一种的隔绝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因什么而隔绝的呢 是因着罪带来隔绝 所以在孤独 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面对一种很深层的隔绝 不单止我们与自己隔绝 我们也与别人隔绝 更多时候我们与上帝隔绝 我们选择与上帝隔绝 是吗 当我们谈到与罪隔绝的时候 有些时候是因着自己的罪 所以我们要逃避 我们要隔绝 有谁也为着别人的罪 对吗 因为我的父母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 因为我的成长背景 因为我的 所以我觉得我不配跟你坐在一起 所以隔绝带来自意 或者是自卑 不单止是以前的事使我们隔绝 现在的事也会使我们隔绝 所以你要怎么样 面对你的孤独呢 你要怎么样面对罪呢 很多人选择怎么样 就像刚才我念了那个例子里头 很多人选择就是 要么你做得更好 你犯罪对吗 你干得不好对吗 好 明天你做得更好 等让你自己的好 能够被提升上来 这样你可以跟别人 坐在一起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这么糟糕 再不然的话 你就自卑 你不要想他 你去快快乐乐 过一天 那就算了 明天的事 明天再想吧 自傲和自意 是基督徒两个最大的征战 第二我们看到 提摩泰怎么样 提摩泰感到非常的害怕 我们怎么知道呢 从第七节 保罗告诉他说 上帝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这里来看 对吗 提摩泰感到害怕 在面对以福所这个教会 这个所谓有历史的教会 有成功历史的一个教会 现在不单止他 一个人在那里服侍 他现在感到周围都是敌人 每一个人都不听我 每一个人都不是福上帝 他们会把我怎么样 那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 保罗在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他这样说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此 那到底保罗受的苦难 和提摩泰受的苦难是一样的吗 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 提摩泰也在那里受到别人的逼迫 所谓的逼迫就是要把他抓进监牢里头 但是我想在这里保罗并不是告诉我们 提摩泰也要被抓进监牢 在那里保罗告诉他说 你有你的苦难我有我的苦难 我的苦难是为了传福音 所以被抓进监牢 但你的苦难是什么呢 你的苦难是你要留在这间教会里头 哇这个真的苦耶 我留在我的痛苦当中 提摩泰感到非常的害怕 怎么可能呢 我怎么可能会 上帝怎么可能会让我继续留在苦难当中呢 上帝怎么愿意让我继续留在苦难当中 他不是我的救主吗 他不是要让我好过的吗 怎么可能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在生命的真相 就是让我们感到害怕 这害怕源自于我们一种深层的不幸 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话 我们不相信上帝做的这一些 是叫人得益处的 我们不相信 所以这种的害怕也带来一种的背叛 想想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 当他们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出到埃及 在旷野的时候 上帝说你们派十二个探子 你们到里面 到迦南地区窥探 结果他们回来怎么样 他们害怕 不能不能 那里亚拿人 他们高大 他看我们好像杂猛这样 不能不能不能 害怕 反映出他们的不幸 害怕也带来他们的背叛 亲爱的弟兄姐妹 害怕对我们来说 就是不相信上帝的护理 我们不相信上帝掌权 其实害怕很多时候 更引领我们背叛上帝的圣洁 我们觉得上帝的话不可信 我们觉得上帝的方法不可信 上帝的应许不可信 你告诉我要仰望明天 你告诉我要有盼望 那我这样信就可以吗 不能 我总要做一些事 对不对 你坐在这里等死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害怕是我们第二层生命的真相 也是提摩泰这里所面对的 第三 我们看到提摩泰面对什么呢 在他这个所谓 幕会的过程里头 他面对的是一种失败 在世人的眼中 提摩泰的事奉 未免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对不对 保罗给你打下美好的江山 可是却败在你的手里 保罗这位伟大的神学家 在这里用两年的时间 教导这个教会 这是教 当时教会都听他的 教会都很顺服 可是偏偏换了你 这个年轻的提摩泰 可能你 就不知道你搞什么的 把以弗所教会搞到这样 失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会在失败中 为什么会感到失败 对我们来说 失败是什么意思呢 失败的意思就是 我们失去自我的价值 是吗 你为什么会感到失败 因为你的价值没了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好 你觉得自己付出 却得不到应得的 这个就叫失败 因为我的价值 是在我的努力里头 我要努力 我就要得到同样的回报 如果我得不到同样的回报 那就是我失败 同样失败也反映这两个层面 要么自义 要么自卑 自义就是 我已经努力了 但是你不给我 好 这样我就走 对不对 东家不打打西家 再不然就是 你就自怜自哀 是啦 我都是没有用的啦 去哪里做都一样的 对吗 这里做就好了 失败 到底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呢 其实这反映了亚当夏娃他们当时的情况 他们之所以感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想要在上帝以外建立自己的价值 他想要在上帝以外 他想要听一听蛇说 吃着果子眼睛明亮 难道上帝不够智慧吗 难道上帝的引导不够吗 难道上帝的话不可信吗 对夏娃来说 对亚当来说 或许他们想的就是 不是不可信啦 不过我还是要常常 如果我自己做决定的话 那会是什么可能 他想要在上帝以外 寻找自己的价值 而第四 我们在提摩太里头 我们看到他的一种的深层的失望 一种失望 以至他对这一个教会 什么 什么死恋 什么 完全没有盼望 他完全不眷恋 这一个他待在那里好几年的教会 失望 可能他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失望 也可能对别人的表现感到失望 对不对 他否认他自己的价值 同样的 他也不从上帝的角度来认识他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相 这是我们常常在苦难当中 我们很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的反射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动作 其实都流露出来 我们深受罪的玷污 我们深受罪的影响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 世人 我们和世人都一样 我们都受罪的玷污 可是如果我们的安慰 我们彼此的安慰 和世人一样 他用保罗的一句话说 我们信得比众人都更可怜 是吗 你同意吗 如果你今天去 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的 劝戒和世人所讲的是一样的话 你为什么要信耶稣 你为什么要信 这一个所谓的道理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这一个什么 神话吗 是什么 你明白吗 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怎么样回应 回应提摩泰 保罗没有用其他的方式 在提摩泰面对这生命的真相的时候 保罗只有一招 保罗也只有一个方式 保罗也只有一个安慰 只有一个真理 你要知道什么真理吗 请你看 在这里这一章 十八节中间的那一段 第九和第十节 保罗的那一个盼望 保罗的那一句安慰 保罗的那一个鼓励 就是在第九和第十节 这里说什么呢 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 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 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 借着我们的救主 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表明出来 祂已经把死废去 借着福音 将那不能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 难怪保罗在一开头 这封书信第一章的第一节的时候 他就这样说 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 生命的应许 对保罗来说 什么是生命的应许 这生命的应许和耶稣基督的救赎 是紧紧相连分不开的 这生命的应许 不仅仅告诉我们 将来你会得救 将来主会擦去你的眼泪 将来将来 在这生命的应许 对保罗来说 这生命的应许就是现在发生的 从现在开始 从你在痛苦当中开始 在你的失望开始 在你的孤独害怕失败里头 就已经有了 这生命的应许 不是一个将来式的 一个生命的应许是现在式的 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 对保罗来说 当提摩太 在他一种深层的孤独里头 对他觉得说 我就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 保罗告诉他说 什么样 保罗在第五节 他说想到你心里 无为的自信 想念到你的外祖母 想念到你的母亲 而且提摩太 你并不是自己一个人 我与你同在 我在祷告中常常纪念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 对保罗来说 提摩太现在面对的这些孤独 这种的挫折 这种的苦难 这种的苦 比他在监狱里头 等待死刑 来得更迫切 他要告诉提摩太说 就算我在监狱里头 我也在纪念你 什么是我们在苦难中的安慰呢 常常时候 最能够给我们 或者说最能够使我们 度过这个痛苦的时刻 很多时候无可否认 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的祷告 对不对 你坐在一起祷告 常常会带我们走过 或者说常常会陪伴我们 走过这段困难的日子 但是对保罗来说 这种所谓你被纪念 却深深与耶稣基督连接 请问现在耶稣在哪里 我们有 我们被使徒信经的时候 说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升天 坐在上帝的 荣耀父上帝的右边 对不对 在那里坐什么 使徒信经没告诉我们 坐在那里 为我们代求 希伯来苏 因为他长远活着 也为我们代求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巴提摩泰 你孤单 不单止你的安慰 从 或者这样说 你真正的安慰 不是因为我在这里为你祷告 你真正的安慰是 你的主 在天上 上帝的右边为你祷告 并且他是长远活着 他的祷告就永无止息 你知道吗 你在你的痛苦当中 你不是一个人 你的主与你同在 你的主 借着圣灵 与你同在 苦难可能会遮蔽你的眼睛 但是你要相信 上帝的话 你要相信这福音 所启示出来的真理 他如今坐在上面 为你祷告 那是你生命的应许 那是给你的 不要看环境 或者这样说 不要被环境限制 你想想保罗 保罗自己一个人 坐在监牢里头 对不对 他是怎么熬过的呢 这一个的真理 不单只是 不单只是保罗的一个知识 更是保罗的一个经历 因为我们蒙恩 上帝已圣召召我们 已经已圣召召召我们 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写明出来 写明什么 写明我是他的儿子 写明我 是他重价买书回来 写明他拣选了我 写明他与我同在 也写明他纪念我 保罗在这里 给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 他怎么样用福音 来安慰提摩泰 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苦难当中 当彼此在诉说的时候 你要告诉他 你要不断向这一个在苦难当中 传讲福音 传讲福音 就是要告诉他 耶稣如今为你祈求 你是父上帝的儿子 第二 保罗在这里说 你被刚强 特别刚才我们说第七节 对不对 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其实在原文里头 这个心 不是指心 原文指的是灵 而且只出现一次 他原文如果直接翻译的话 应该这样说 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 不是胆怯的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 那到底这个灵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合本翻译去 心 好像是我们的心 但我想如果我们对照 一直看到第十四 十四节的话 再一次他出现这个灵 这个字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是 神所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 这个心不是指我们人的心 他指的是那一位被赐下来的圣灵 神给我们的圣灵 神赐给我们的圣灵 并不是一个胆怯的圣灵 乃是一个刚强仁爱 有谨守 谨守就是self control 就是有节制 有约束的一位圣灵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苦难当中 最怕的就是 我自己一个人面对 但上帝说 祂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祂的圣灵要刚强我们 如果我们读保罗的书信 你会发现 保罗提到圣灵的时候 总是提到圣灵刚强我们 对吧 圣灵的其中一个工作 就是在主里面刚强我们 怎么样刚强我们呢 就是让我们在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 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是越来越深刻的 你对耶稣基督将来 不是将来 你对耶稣基督过去 现在和将来 所做的事情 你认识是越来越深刻的 你不单止对耶稣 在过去十字架 用祂的宝血买赎我 这件事情体会得很深刻 你更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当我们在苦难当中 当我们被罪折磨的时候 仰望耶稣基督 现在仰望基督 这个过程仰望祂 思念到祂现在在天上 为我代求的这一件事实 思念到祂已经被升上高天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祂掌管这个世界的这一个事实 来得有更深的体会 并且对祂带来的这一个应许 有一个越来越坚定的相信 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头 被刚强起来 你要在耶稣基督 他所成就的这个福音里头 被刚强起来 对保罗来说 整个福音的高峰就是耶稣的死而复活 但是耶稣的死而复活 带来一种完全对世界看法 对世界观完全的一种扭转 完全的一种更新 世界本来就不应该照现在的模式存在的 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被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完全被更新 提摩泰啊提摩泰 你现在就是在这一个更新的过程当中 而且提摩泰啊提摩泰 你是万物之下 万物之下福在罪中的万物 他们期待所要见那上帝 种子显现的其中一个 在苦难当中我们的使命 或者说我们的角色 不是臣服在苦难所带给我们 一种灰心消极的结果 我们的角色乃是在万物都在苦难 在罪的挟子底下 让他们看到一个真实 被更新的盼望 我常常这样说 你知道吗 当你火灾的时候 你家里有一天忽然间火灾 你和你的狗都跑了出来 你知道你的狗想看什么吗 你的狗 想看的是你 你的狗想看上帝的种植 怎样在这苦难的世界里头 展现不一样的生命色彩 怎样 这个怎样在苦难当中 他依然仰望 耶稣基督的再来 他依然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来度过 来相信在这一切里头 上帝的护理永不落空 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 连你的狗都想看 更何况我们基督徒呢 难道我们不想看彼此的生命 这样的绽放 耶稣基督的恩惠和色彩吗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做的 在这里第三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做的一件 对我们今天来说 很残忍的一件事 提摩泰是什么问题啊 他很累了做到对不对 OK 很累了 好了 你也做得很累了 那你盼望什么 你希望什么 我做得很累 累啊 我要休息一下 对不对 可能放我三个月假期 主流学老师 放我三个月假期 可能我离开教会一下 其实牧师你不用担心了 我不是离开教会 我只是去旅行一下 上行一下 轻松一下 然后三个月过后我再回来 我再重新上岗 好不好 是不是啊 哎呀你不敢讲 有些我们说 要有安息年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没有说休息不对 我们累了就休息 这是理所当然了 耶稣累了也在船那边睡觉 累了休息是对的 但是我要给大家看 在这里保罗做了一个超乎寻常的事情 在提摩太感到非常疲累 非常失望 非常软弱的时候 保罗竟然在第十三节这样说 你从我听见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与爱心 常常守着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里面的圣灵 牢牢地守着 保罗啊保罗你没有听清楚我的状况 我累得不行 我身心灵疲累得要死 你换个人来接我好不好 你换个人来调班好不好 你放我一马好不好 保罗 保罗说 对不起 没有的下班 没有的换班 你继续做 上帝所要你做的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对这一个 对这样的举动感到非常的惊讶 或者说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保罗现在恰恰就是用着 耶稣基督的方式 你还记得吗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耶稣说 凡劳苦丹重丹可以 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 怎么样得安息 怎么样得安息 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你们要不要安息啊 要 所以来我这里 我要使你们得安息 好了 你来到主的面前 主啊 怎么样得安息 怎么样得安息 交托 你读那段经文 你看看有没有交托 你读那段经文 不然我们打开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你会惊讶耶稣的做法 你会惊讶耶稣 有没有搞托啊 完全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凡劳苦丹重丹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请你们来告诉我 怎么样得安息 二十九节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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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可以放心交托我 我不会告诉人的 这样 耶稣是这样说吗 耶稣怎么说 你们当 负我的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有没有搞托啊 有没有搞错啊 耶稣 我都劳苦丹重丹 累得要死 对不对 来到你面前 我多么盼望刚才听到的那一句 交托我把孩子 放心 没有 耶稣说 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你要相信 我的心 柔和谦卑 你要相信 我对你是柔和谦卑的 你要相信我的恶 是清神的 我不是要害你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在你软弱当中 在你的失败当中 我要你重新拾取你的使命 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你不要觉得这个很糟糕 不尽人情的一件事 你要付主的恶 因为主 向你施恩 就是透过你付他的恶 简单来说 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搞成一团糟 我们经历很多的失望 无论是别人 无论是我们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但是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主说 好了 过去你用你的方法来做这些事情 都搞砸了 对不对 现在 把这事情 把你的方法放下 把你的知识放下 把你的看法 你的观点全部放下 你现在用我的方法 用我的方法 有一对夫妻吵架 妻子来 跟牧师说 你知道吗 牧师啊 你可不可以去见一见我的丈夫 告诉他 他这样这样这样 其实不对 如果他改变 我就改变 我就吼谁料 对吧 牧师跟他说 哎呀姐妹 不是这样的 你首先应该这样这样这样 哇 这个牧师 真的太残忍了 对不对 我是个受害人 我来到你面前 我求你帮助 你不去跟我的丈夫讲 现在你跟我说 要这样这样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也这样 对不对 你不相信上帝的话 你不相信上帝的智慧 你不相信耶稣基督 他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但是在这里 保罗要提摩泰相信 你的救主柔和谦卑 辞取你的权 辞取你的责任 再一次去完成你所要的使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不仅仅是保罗对提摩泰这样说的 你想想摩西吧 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地是什么 目的地在哪里 在迦南对不对 可是摩西能进迦南吗 什么时候摩西知道他自己不能进迦南 你说明书记20章 因为他发怒 所以上帝不给他 上帝跟他说你不可以进迦南 其实不是 你在往前推 在13章12章13章的时候 当那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 上帝就已经说了 你20岁拿到的 除了约苏亚和加勒以外 全部都要死在旷野 有没有包括摩西啊 我不知道 圣经没有说 但是我猜想 如果我是摩西的话 可能我会想说 主啊 是啊 加勒和约苏亚是咯 那些都是不听话的 但是像我呢 可能我不是他们当众的 对不对 我不是他们当中的 只有到第20章的时候 才显明出来 原来摩西才忽然间意识到 我与这些不信的百姓 是同一类的 同一个种类的 我们都是不信上帝的 我们都是背叛上帝的 可是当我们读诗篇 90篇的时候 你读到摩西的祷告 其中一个祷告是 最后的那个祷告是 我们所所做的功 愿你建立 愿你建立我们所所做的功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摩西来说要做什么功 你还有什么功要做 值得吗 你一生为了进迦南 摆上你一生的生命 可是上帝现在说 你没有份 你不能进 那你还要做什么功 值得吗 姐妹啊 留在这段婚姻 值得吗 你的丈夫没有悔改 家庭还是这么乱 关系还是这么糟 值得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为了 我们不是为了一个没有盼望的明天来生活 我们乃是为了一位复活的基督而活 是吗 对摩西来说 我虽然进不到迦南 上帝你是首约 施慈爱的上帝 愿你的荣耀 显于我们 与我们的子孙 我的孩子能进去 我的儿孙能进去 因为你 因为你是首约施慈爱的 所以提摩太 再次拿起你的权柄 再次拿起你的使命 再次完成上帝的委托 因为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底下 你一定会得赏赐 主啊 我要附上多少努力 才能够得赏赐呢 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你要附上多少的努力 才能够得赏赐 谁可以给我答案 你说我不知道 这个赏赐是上帝给的 赏赐是耶和华 收取是耶和华 他给我什么就什么了 有这奖的没 但我要问的是 你知道怎么样得赏赐吗 我知道 要努力了 要努力做这个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 你会惊讶地发现 耶稣基督这样说 如果你把一杯凉水 给我这小指中的一个 你就配得赏赐 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得赏赏赐的门槛是那么的高 可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替换 我们得奖赏的门槛 现在变得比赏赏赐 现在变得那么的低 你只需要把一杯凉水给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子 你就配得永恒的赏赐 这是一个伟大的替换 伟大的替换 由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 由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软弱 并且他把他复活的生命 借着圣灵赏赐给我们 圣灵是我们得赏赐的deposit 有一天当耶稣带来的时候 那赏赐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那真正的赏赐 就是上帝自己 上帝他把自己给了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结束了 在生命的真相里头 保罗向提摩泰显出生命的应许 今天也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 这应许不单只是给提摩泰的 也是给我们的 以赐所教会 到提摩泰的时候 有假教师的心情 可是到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给他们一些称赞 对不对 耶稣称赞他们在真理上站立得稳 在劳苦上 他们也劳苦 他们也不能忍耐恶人 只是他们在爱心上 你们要悔改 以赐所教会 没有变得完美的一个教会 还是有瑕疵的教会 并且在教会历史里头 我们看到多次的大公会议 在以赐所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提摩泰来说 我那区区几年在以赐所教会的服事 换得了什么呢 上帝凭着他的恩典 是以赐所教会 在我们基督教历史里头 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提摩泰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要站在那位 审判活人死人的 耶稣基督面前 领受他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会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 在苦难当中 彼此的劝戒 彼此的勉励 彼此的苦力 让这福音的大能 让这福音的信息 不断地塑造 更新 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彼此扶持 苦难是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频密 你不能够只是让牧师 传到指示小组组长去做 不 圣经把这生命的应许 是给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我们都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头 接手 同走 生命的载力 这是耶稣的恩典 耶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他的身体 当我们彼此相顾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主要的同在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恩主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向你祷告 愿你的恩再一次 领到我们 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你福音的好消息 到底是 不仅仅是昨天的好消息 不仅仅是明天的好消息 更是今天的好消息 不仅仅是在顺境里头的好消息 不仅仅是过去 我在罪恶当中的好消息 更是我们今天 在苦难当中的好消息 你的死而复活 不单只是在过去 给我们带来称义的果效 今天你的死而复活 依然在成圣的路上 给我们带来果效 并且你的死而复活 保证 我们明天 正如 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 我们深知 我们明天 是在你的手中 因此我们可以 把一切都交错给你 主 我们向你祷告 求你向我们施恩 我们再感谢祷告 奉考绝书基督的命 Amen 有很多诗歌 联系们 我们再来